从吉隆坡出发 慈少准备前往市根庄稻田 约一个小时半车程 城市孩子卷起护脚体验一日农夫 饭这个字是怎样写的 你把它分开中间破开 池 反 没有得池 没有得池 怎样 反 你看你一厘米哦 你可以生五只那个 然后如果一直有十厘就五十厘了 然后就是 所以你弄掉一厘米在地上哦 其实就是 损失了很多很多很多人的饭 就是其实很多事情都是 从小小的开始 然后就 扩散它的影响力 我体验到其实米 一粒米 和来的来源是真的很难 然后如果我们要吃一碗饭的话 要经历到一百一十天的工作 它才可以完全体验出来 就是弄出来一碗饭 如果把外壳给去除掉 留米咖 配乳 还有培养呢 就是糙米 糙米它的影响成分可是很高的 因为了解而更珍惜盘中餐 这一趟除了收割 孩子也认识稻米生产的过程 避免那个米从它生长的话 或者是想要放它更久 你可以把它包米放去冰除 这样呢可以保存至少两年 这样的体验的话 如果这个持续 团体的可以 继续提供这些机会给这些小朋友 我本人非常愿意 如果时间配得来的话 不是说割刀鱼 如果是在一些插秧啊 除草啊 整个过程从造中到了每个细节 如果说他们有愿意来体验 我都愿意把我的经验解说给他们 感恩师姑师伯 一直以来都是池少男的 针锋党女的冰封港 盼选下孩子满载而归 背后是一群师姑师伯们默默在成就 我 感恩你们 感恩 我们叫感恩 除了体验之外 他们还有就是会说 会去思考 比如说在池少班学习到的人们 在现实生活中如何展现出来 对人有礼貌 做事专心 而且就是说不要做一个室内的小花 做每件事 不管做任何事 都要用心 用心才可以做好一件事 体验一日劳作 孩子感恩农夫 也学到要像稻穗一样 越是饱满 越是弯腰的谦卑精神 大约新闻真善美志工李文坚 胡永雄 谢爱芬 马来西亚报导 好 好